我最近又看到了一个哥们的消息 为苹果手表设计的血糖监测技术 未来几年内都不太可能推出 哥们的报道是说 苹果在无创血糖监测技术方面 取得了重大进展 使糖尿病患者和其他人 能够监测他们的血糖水平 而不需要刺破皮肤进行血液测试 那苹果实现这一个的原理 是他们用了一个 归光子学芯片 然后将激光器的光线照射到皮肤下 来确定体内葡萄糖浓度 但是哥们说 尽管苹果取得了这些突破 它仍然需要完善算法和传感器 然后将这个技术能够推到市场消费级 所以哥们认为 因为最重要的是 苹果需要把这个功能 缩小到一个很小的一个模块大小 适应苹果手表 这种小而薄的这种外壳当中 看到了这个消息 然后我也想到之前 有朋友给我留言问 现在该不敢买Apple Watch 8 还是等Apple Watch 9 所以我就想干脆再看一下 Apple Watch 9 会有哪些可能的更新 看完之后发现 果然是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变化 在2022年 我们其实看到 苹果主要是把资源 集中在了他们的新系列 Apple Watch Ultra上面 所以在Apple Watch 8上 没有什么特别引人注目的功能 在今年的情况 也是如此 Apple Watch 9 就只是普通的迭代更新 不同的地方会在于 它有一个处理器的升级 这是肯定的 Apple Watch 8 其实和Apple Watch 7 以及6 在这个处理的散力上面 是一样的 等于说它已经两年 没有获得进步了 所以 我们在今年的S9芯片上面 可能会看到一点点小的 在性能上的改进 说实话 其实我自己戴Apple Watch的时候 我觉得 现在这个算力也是够用了 不像初代手表的时候 卡的不能用 所以苹果如果只是对芯片 做一些小的更新 小的改进 也能够接受吧 另外一个不同是蓝牙 苹果在Apple Watch Ultra上面 是用上了蓝牙5.3 那在今年苹果也会把它继续 扩展到Apple Watch 9系列上面 那在电池说明上面 尽管不指望它会有特别大的更新 毕竟 手表就这么大的地方 你也塞不下更大的电池 但是任何对于处理器的 小幅的改进和升级 都有可能小幅度的提升 这个电池的续航 所以就看它是不是真的会在 处理器上面做一些什么改进了 当然苹果也可能在 升级处理器之后 会把这个额外多出来的一点点电量 用到别的地方 所以它可能还是 一样的续航时长 那在其他功能呢 除了芯片之外 预计9将会提供和8相同的功能 一句话说到底 就是9应该跟8相比 不会有特别大的改变了 但是大家别急 那Apple Watch系列除了常规系列 它不是还是去年出了个新的Ultra系列吗 那Ultra的话 因为是在去年2022年的新产品 所以目前来说 还不知道它这款产品到底是一个一年一根的产品 还是多年一根的产品 那我其实个人啊 我是希望如果它今年有更新是最好的 因为去年出的时候 我其实 犹豫了嘛 没有买 我觉得那个表好大 戴起来不知道好不好看 但是去年年底在外面玩的时候 我在苹果店里面试戴了一下 发现是很好看的 戴起来 但是因为那时候已经出了一段时间了 所以到现在出了半年 半年多了 再买的话 感觉不是很划算 所以如果今年会出一个Ultra 2的话 我觉得我可能会入手 所以我希望它是会更新的 但目前来说呢 因为新产品嘛 还没有它的这些历史的时间线 所以很难确定 那至于Apple Watch SE呢 因为苹果上来就不是每年把SE更新一遍的 然后上次更新SE呢 就是在去年的时候 所以在今年又继续更新Apple Watch SE的可能性 是十分低的 大家听完可能觉得 Apple Watch 9好像没什么太多的期待 我还看了一些 未来有可能有的功能 未来这些有可能出现在手表上的功能 还是蛮不错的 首先第一个呢 是Micro LED显示屏 然后使用的会是内部设计的定制显示屏 会类似于他们就是苹果公司做芯片设计的这个方式 They have this very advanced technology known as Micro LED 最早在2024年 苹果就有可能会在Apple Watch上用上Micro LED显示技术 beginning next year 25 Micro LED的好处呢 就是它会带来更加明亮和鲜艳的色彩 然后更好的可视角度 那Micro LED显示屏将会用在高端的Apple Watch上 那如果它不出别的高端系列的话 那基本上就是用在Apple Watch Ultra上了 苹果现在正在开发新的Apple Watch Ultra嘛 然后是而且想给它一个更大的显示屏 可能是要配备2.1英寸的显示屏 所以这可能是一个很好的 把它直接过渡到Micro LED显示屏的一个时机 那另外一个技术就是提到的 这个无创血糖监测 那其实苹果十年来差不多 一直都在为Apple Watch开发这个无创血糖监测功能 也像刚刚讲的他们其实也取得了很多的进展了 这个概念其实已经到了可以真正使用和可行的程度 只是它还暂时没办法给容纳到Apple Watch这么小一个设备当中 但是如果它真的一旦某一天 它被加入到了苹果手表当中之后 我觉得它将是对于苹果手表来说 或者说对于智能手表来说 一个历史上最大的更新之一了 苹果手表一直都是和iPhone在每年的9月份发布的 所以我们就在今年期待苹果在9月会给我们带来一款 或者说几款怎样的苹果手表设备吧 那今天的视频就是这样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订阅 一键三连多多支持 我是小天一个普通的消费者上班族和客家好者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